歡迎收看 收看小明星 好 那麼這個剛剛講 素卿講這是有道理 真的是大人是不愛家的 有一個 可能是青春人 對啊 你知道 他很麻煩就是 他有自己的工作要顧 可是兩老的狀況是這樣 那一開始他真的都自己 我告訴你他多偉大 他都會先評估好 比如說什麼時候 要帶爸爸看醫生 然後什麼時候 一開始還可以的時候 就安排他去上那種日間照護 所以他就是先安排好 就是帶他去上日間照護 然後去工作 然後工作完之後 什麼時候可能要帶他回家 或者幫他安排他相關的接送的司機 比如說這些可以用的長照服務 對 長照這種接送 他們還能接送 他就跟他媽說 那如果你不願意用外籍看護 我們用臺灣本國籍的居服員好不好 他就是來幫你們 就是處理一些家務 他會幹嘛 不要 所以一開始不要的時候 他就是必須先去爸爸媽媽家做飯 做完飯處理完之後 他再去公司 公司處理完 或是再去做飯 然後再去公司 然後再回家弄搞定之後 再回來 後來好不容易有居服員 或那種來家裡幫忙 復健或什麼老師 他不時我們跟他吃飯 撤到一半 他說對不起 因為我們居服老師說 我父親今天又不讓他洗澡 又不幹嘛 他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他現在一直 然後我們在吃飯 他那個message就一直來 後來我們就想說沒關係 那你不要吃 我們送你回家 他就是沒有辦法 然後我們就開車 就送他回去 讓他處理 爸爸不肯讓居服老師 今天可能不肯穿衣服 明天不肯洗澡 後天不肯吃飯 這個是有些老人家 不讓陌生人進來 那有一些說看護工會勾引 鄰居的老公 有一天那個我朋友 就幫他爸媽就請了 其實幫他爸請了一個 就是看護工 那他們住在不同的地方 有一天他媽媽就說 媽媽那時候還有上班 然後就打電話說 你趕快回來 那個鄰居的那個阿姨 就叫你回來處理事情 然後他說怎麼了嗎 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你回來了 然後結果回來以後 那個阿姨就說 你啦 你請的那個外傭 就勾引我老公 然後那個就很生氣 所以我現在已經阻止不了了 你看要怎麼辦 結果他就 後來就把那個看護工 就說什麼狀況 然後講說 不是勾引 一次兩千 然後後來就說 後來他就說他怎麼被發現 那問題是他怎麼會早上的呢 對 就是隔壁鄰居 那個隔壁鄰居 那男生那個 他老公就問他 你知道 還沒講嗎 你先聽我講 我後來就說時間咧 地點咧 怎麼弄呢 他說因為那個 他媽要上班嘛 對不對 他媽要上班 然後結果 那個幫助他吃完早餐之後 通常會躺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他們就打個暗號 那個女生就爬牆 翻牆 翻到隔壁去 就這樣子 然後有的時候 中午也會睡個午覺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那他們怎麼會 勾搭上的呢 勾搭上 對 透天簇 鄰居 隔壁鄰居 這樣聽不懂 還是去訪問搜的時候 對啊 他們就說 他們怎麼知道 就掃地 細節他沒有講 就是拭目交接 看到彼此 這樣 有可能啦 有可能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他說那只好辭退 靈禮關係還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辭退的啦 好奇怪 這其實可以告他 但是他老公也會 不是 就是告那個女生 親愛配偶權 對不對 但是老公可能也會 很沒有名譽就對了 他告他一遣返 遣返還不知道錢 要不誰出 對啊 他也說有兼差 對 他是被抓到是不是 是怎麼被發現 被老婆發現的 老婆就覺得老公太那個 太春風 就覺得 對對啊 就覺得怪怪的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對 覺得奇怪啊 那個 不過講到這個 想起我們家的一個經驗 因為那是十幾年前 因為我父母都有請外傭 不是每個外傭都這樣 但是有的時候 我們的法律規定 我們的法律規定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十幾年前規定 是不可以懷孕的 外籍康復工 是不可以懷孕的 你知道 然後結果那個 有一次 我這個大姐發現 奇怪 為什麼睡得特別好 她就覺得很怪 老人家睡得特別好 後來發現 被下安眠藥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下安眠藥的時候 她跑出去約會 也是外籍的 也就是說我們發現了以後 不動聲色會去查 然後就發現 她帶了一些那個Motel的 那個什麼 因為有時候會帶一些Motel的 紀念品回來 開始帶了一些東西 那有一次 那麼有一次 因為外籍康復工 我記得那時候是不可以懷孕 如果沒拿又沒菜 你拿又怪怪 紀念品 我記得紀念品 不會不會 真的會帶回來 帶了一堆 然後後來發現 有一次那麼堅持一定要請假 你給他獎金 給他錢他都不要 他就說堅持一定要請假 那天回來以後 整個那個臉色就非常 臉色非常難看幹嘛的 後來懷疑 我們就懷疑他是去吃娃娃 去吃娃娃 因為他一旦懷孕的話 他的故鄉還有老公跟小孩 也就是說 這是在台灣認識 也是外籍的情人 但問題是他不能讓他大肚子 不能讓他懷孕 這個兵先 你說有人給看護學開車 對 因為那個我朋友 他爸爸那個個性很著急 而且呢 後來得了parkings 然後那個心情不是很好 那所以他就花錢 就請那個看護 那個看護工去學開車 然後學開車以後 爸爸有的時候 就是隨時要出去 他就會開車帶他去逛逛 逛一圈以後 然後再回家 對 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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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天就這樣子兜風 因為很多現在都跟父母 比如說在北部啊 南部啊 這樣根本就沒有辦法這樣照顧 只能 就學開車OK啦 可以 我覺得這很合理 就要花錢讓他學開車 比較方便 那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看護工 其實看護工 有的時候也真的是很可憐 像我朋友家就有一個看護工 他就覺得說 因為他那時候來的時候小孩很小 有的時候也會思念小孩 所以他經常看到 他有兩支手機 一支就是好像實況轉播 就是媽媽在做什麼 然後小孩子也是在同時 那個做什麼 然後有一次他就跟他講說 那個太太 你人很好 我的朋友在那邊 在那邊他的主人家都吃不飽 為什麼會吃不飽 因為都跟老人一起吃啊 老人吃稀飯啊 牙齒不好啊 都吞咽困難啊 就吃稀飯啊 然後吃什麼 麵線 然後吃那種爛爛的青菜啊 那個餃 所以他就說都吃不飽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是 就是大家都是看運氣 可是我朋友他們家的外籍 看護工剛好相反 那仲介說這個 去上減肥課 對 沒有最主要是因為 他仲介說吃這個 他非常的勤快 而且很聰明 然後其實非常好的一個妹妹 可是就是他非常喜歡吃 那你不要看他現在這樣 他當年三年前剛來的時候 他其實比現在瘦個十幾公斤 他說那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照顧的那個奶奶 也是獨居的 奶奶對他非常好 所以奶奶會很喜歡 帶他出去買東西回來之後 奶奶都只吃一點點 所有的東西都是他吃掉 而且奶奶後來就是當女兒一樣 所以什麼甜點什麼吃 所以他說你不要看他這樣 他當年來的時候比現在瘦十幾公斤 所以你們現在就是也是 他其實真的非常好 就是很愛吃 我講實在話 臺灣人我覺得一般來講 素質是不錯的 因為臺灣很重視人權 對 所以我們我聽鄰居的外傭在講 其實我們比中東或鄰近國家 要更尊重這些外來的 幫我們工作的人 是是因為他們說有些人就說 事實上在 而且待遇也不差 如果以待遇來講 如果以家庭看護工 我們可能比不上中東地區 可是問題他們在那個地方 就好像幾乎都不能 不大能出去 所以相對我們這邊的人 因為女性 幾乎不大能出去 那因為他們 可能就是負責照顧小孩或幹嘛 對 所以相對他是覺得自由度不高 雖然薪水還不錯 可是他們覺得在臺灣就相對 真的如果你不是遇到 比較不好的僱主 是在相對的 自由度或薪水都還算OK 是是好 我們先休息 敬碗